夫妻有三件事是不可以跟外人说的 只要说了一样,婚姻都会出现问题 哪三件事那么要命啊? 第一,不可以说老公怎么疲你 跟人探讨一下,有什么问题啊? 他很糟糕就说,如果他妈妈的还跟人家说 只会成为大家的笑话 第二件事是什么? 古语有云,家丑不外扬 难道外人帮不了手吗? 夫妻千日好,亦有半招难 感情再好都会有矛盾 是的 你将矛盾跟人家说 要不人家就幸灾乐祸地听笑话 要不就指手画脚地说是说非 那第三件事是什么? 不可以说老公的缺点 为什么不可以说? 只要是个人都会有周身缺点 老公真的很多缺点 你当初选她是欣赏她的优点 你现在整天放大她的缺点 忽视她的优点 你说得对 你跟外人说老公的缺点 就等于自己老公的肚皮 被人耻笑